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chEyCardia 砌開機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通常如果你用沒得超頻的CPU 好像i512400那樣 都不應該用是一塊Z字頭晶片組的主機板 主要是因為沒得超頻 而且Z字頭的主機板通常都貴一點 你大可以省錢買一塊B系列的主機板 然後將錢花去升級你的記憶體等等 特別是現在B660的主機板 都可以支援3200MHz以上的RAM 不過今天想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可以超頻的KCPU 可不可以用在一塊B660的主機板上 如果可以的話又是犧牲多少性能呢 這個問題起源於我想用這顆i512600K 去組我下一部ITX打機電腦做二號機 還有我有一套DDR5在手 而市面上可以用到DDR5的Z690 ITX主機板 都要2800MHz以上 那我就想有沒有機會可以用一塊 便宜至少1000MHz的B660 ITX版呢 這顆i512600K可以說是這一兩年來 最具突破性的一顆CPU來的 因為同樣在i5這個入門的Lineup上 只有i512600K有4個E-Core 再加上它本身P-Core的高性能 6核12線在多核效能上可以勁過11900K 所以用來做一部主力打機 加上有時去剪片直播的一部電腦的話 以它2300元是非常之划算的 不過用這顆最低階的KCPU 配一塊貴它很多的Z690主機板 又硬是好像不合理的 但另一邊又沒有什麼人會把它配一塊B660 所以一於今天就一起看看究竟有什麼分別了 在開始之前大家都不妨一起猜猜 不要偷看答案 在留言說一下你覺得有沒有差別 以及會差多少 首先不要誤會我不是想用這條影片 去說B660晶片組比Z690好 其實實際上兩個晶片組有很多差別 除了Z690可以做CPU超頻外 它還有多4條DMI 4.0 有更多PCIe Link 更多可用的USB和SATA 但這只不過是晶片組可以支援的數量 實際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類似價位的Z690主機板和B660版 例如華碩的Prime Z690P D4 以及RG Strix B660A Gaming Wi-Fi D4 在差不多價位的版上 這塊B660A不但背面IO更加強 還有預裝了背板 一樣有Onboard Type-C 三條M.2 最重要的分別可以說就是CPU超頻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想用盡Z690晶片組的Potential 基本上就一定要給多些錢 好像RG Strix的Z690i Gaming Wi-Fi 就比B660i的Gaming Wi-Fi貴了2000元 但會有更強的供電 有Wi-Fi 6E 有多兩個Thunderbolt 4的頭 有BIOS Flashback Clear SceneWars這些高階功能 還未提到一些高階玩家 可能會探索一些進階記憶體超頻的能力 如果是一部高階機用到i9 用一塊貴的Z690主機板 是毫無疑問值得的 不過像我剛才所說的 用i5配一塊4000元的ITX板 硬是好像不合理 而且作為一部中階的ITX打機電腦 我覺得這次用這塊ASUS RG Strix B660i Gaming Wi-Fi 其實都真的有所有實際需要用到的功能 它支援DDR5的記憶體超頻 有8加一相的供電 還有足夠的VRM散熱 所以比i5的KCPU 或者是Non-K的i7 i9 其實都絕對足夠 兩條PXE 4.0M.2槽 Onboard的USB 3.2 Gen 2x2 20Gbps的Type-C頭 背面iOLED以一塊中階的ITX板 都相當出色 一個USB 3.2 Gen 2x2 Type-C 四個USB 3.2 Gen 1 三個USB 2.0 Wi-Fi 6 和2.5 Gigabit LAN 配件裏面 除了有RG信仰東西 天線等等 還有一條USB 2.0的Splitter線 適合用來接駁一些Hubs 和Fan Controller等等 還有Front Panel的接駁線 拆起ITX機上來是更方便的 整個package以1800元來講 我覺得都吸引 用來配一顆2000多元的CPU 心理上都舒服一點 所以問題就是 將K CPU 安裝在B660的主機板上 開不開到機呢? 答案是開到的 然後問題就是 究竟沒有了CPU超頻 這顆i5 12600K 在B660的主機板上 犧牲了多少呢? 這次的比較對象 就是一塊 超多Features的 ROG MAXIMUS Z690 HERO Wi-Fi主機板 之前在拼拼12代i9的影片 都詳細跟大家介紹過了 總之就是 你用來配i5是極之Over-Cue的一塊板 而其他限件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包括有32GB Quad Channel的DDR5 5200MHz記憶體 2TB的SSC 還有這隻Thermal-Rite 利紋的雙塔散熱器 確保溫度不成限制 還有就是一張華碩的ROG Strix RTX 3050 8GB OC版 最後都會講多一點 接著就進去氣浴了 這次裝了Windows 11 確保用到所有P-Core、E-Core 以及都用了最新的NVIDIA Game Ready Driver 以及超了GPU去做測試 主要比較了三個簡單的CPU跑分 以及三款不同的遊戲測試 因為是測 i512600K 主要都是遊戲用途為主 首先在Z690的平台上 最懶型的方法就是打開Intel Extreme Tuning Utility 去Speed Optimizer 都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超頻了CPU 就已經由本身的Boost Clock P-Core 4.5GHz E-Core 3.6GHz 就升到上P-Core全核4.7GHz 以及E-Core 3.9GHz 一個按鈕就搞定 那麼簡單 所以我就拿它來做一個Bass Line 這個時候 功耗視乎不同的Workload 就有115-130W左右 如果再花多一點時間 大部份情況 應該都可以上到P-Core 5GHz 以及E-Core 3.9GHz 1.305V 在Cinebench R23的時候 功耗就是大概180W 而在B-6600i版上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東西搞的 只是裝機開機就可以了 因為就算你在B-6600上面 開了Intel XTU 它都有一個Option 給你按Speed Optimizer 但按完調了4.7GHz之後 Under Load它都在維持在P-Core 4.5GHz 和E-Core 3.6GHz 就是那個出廠的設定 其實我看到有某些版 好像B-6600G那樣 它在BIOS上 都有一些BCLK超頻的功能 可以試一下 但因為我沒有那塊板 而這塊B-6600i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那就試不了 不過這三個應該都是主流用法 可以見到時脈上 當然有很大差別 功耗亦有分別 那就一於看看 在不同的時脈 和不同的晶片組上 出來的效能有沒有分別 Cinebench R23裡面 見到不出所料 在Z690上面 超5GHz的i5 跑出多是18493的高分 比起用B-6600的時候 高了9% 而單核成績 因為Z690超頻之下 單核都有5GHz 而在B-6600 只見到最高4.7GHz左右 所以都高出7% 就算只用Speed Optimizer 上4.7GHz 都比B-6600配i5明顯高一點 而CPU-ZBenchmark 和3DMark的CPU Profile 都是類似情況 超到5GHz的i5 比起B-6600配i5成績高了9-10% 其實都幾明顯分別 亦都代表在一些純CPU的工作上 如果你不用Z690沒有得超頻 的確對效能是有明顯影響的 不過其實很多Workload都不是純CPU 特別是好像這顆i5-12600K 它的定位可能都是主要打機 做一下剪片直播一些工作 大部分這些Workload都是CPU和GPU混合 所以我們再看看遊戲效能 看看實際上有沒有分別 我主要試了1080P和2160P 即是4K效能 還有3DMark Time Spy 和Fire Strike的跑分 見到除了Fire Strike B-6600低一點之外 其他測試都是超級接近 可以說是沒有分別的 Edge of Singularity Escalation 1080P CPU Focus的Benchmark 用Z690超度5G的確是有最高的平均FPS 但都只是高B-66001個FPS 1% LowFPS都是一樣的 去到4K更奇怪 B-6600配i5 比Z690兩個成績都明顯高一點 我重新Run過幾次 都是同樣結果 所以真的是拗頭 另一隻Game Rainbow Six Siege 都是接近的情況 平均FPS相差只有1%左右 可以當5X值 但B-6600的1% LowFPS 無論1080P還是4K 都比Z690兩個成績高很多 即是打機的時候 徵數是穩定一點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 我自己都沒什麼頭緒 有機會是Z690這個5Ghz的超頻 不是那麼穩定 以至到出來效能都不穩定 可能需要花多一些時間去調一下電壓 以及測試一下它的穩定性 怎樣都好 最後Forsal Horizon 5 1080P結果基本上一樣 而4K之下都是B-6600配i5成績跑出 不過分別依然不是很大 而1% Low都是明顯高一點 看著一系列測試 大概可以看到 用到可以超頻的Z690配K CPU 在一些純CPU著重CPU的工作上 的確是有優勢 但對於一些混合的Workload 好像打機一樣 限制始終都在顯示卡上面 所以成績上可以說是沒有分別 而且都見到如果你要超頻 是需要花多些時間和功夫 心力去確保穩定 這些都未必是每一個人都願意花的氣力 當然剛才都有講過很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供電和快板本身的Features 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這條片不是鼓勵你用 一顆16核的i9-12900K配一塊B-660版 而是只是一個小實驗 而且在我這個情況下 用一顆最便宜的KCPU去砌ITX機 我覺得配上一塊比Z690i便宜很多的 這塊RG-Strake B-660i 都是未嘗不可的一件事 我主要都是想要它有P-Cord高性能 還有E-Cord去處理一些背景的工作 例如直播那樣 這樣是12400、500和600都沒有的 至於另一個想法就是i7-12700有4個E-Cord 以及多兩核兩線P-Cord 那又值不值得花多500元去用i7去做一個類似傳統的配搭呢? 這又是另一個討論和測試的主題 最後再介紹一下這次用到的顯示卡 沒錯這張這麼大張2.7槽的顯示卡 就是RG-Strake RTX 3050 OC 8GB 8GB 3RAM 一樣有在高階卡上有的三風扇加平衡環 以及順逆順的風扇設計 有背板和Flow-through設計 以及有RGB燈效 這個散熱在3050上可以外貼線 推進Power Limit和超頻165W之下 Furmark 燒機只有58度 而且是非常超級之正 再超到加200MHz和推進風扇 可以去到在Furmark 燒機之下只有49.6度 我想說我自己的一張3070 平時上網都50多度 所以你說它比其他3050貴其實也是 但它的用料真的超班 以及ROG一向都貴一點 而且依然是便宜過一些1660Ti 1660 Super 而且RTX 3050都是現時最便宜的 可以入手玩到ray tracing 以及有第三代的Tensor Core 再配合DLSS 2.3 這次就略略給大家看到它的效能 看看遲些會不會再試多幾個遊戲 讓大家詳細看看它的遊戲效能 希望這次探討這個問題 大家都覺得有趣 以及多謝華碩 在這次的影片用的硬件上也幫助了很多 但我自己都花了3000多元買硬件 所以麻煩大家記得like和share支持一下 有什麼意見都不妨留言一起討論一下 還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之後出的砌機 以及其他科技產品的試玩評測 你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 和miWi專頁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